你吃过真正的左宗鸡吗 你知道鲜鱼饼是由日本人发明的吗 你知道有黄皮肤黑头发的犹太人吗 纽约时报记者李静的新书 《幸运鲜鱼饼记事》一一告诉你答案 《幸运鲜鱼饼记事》讲的是中国饮食文化 它并不是教给你怎样做中国菜 而是告诉你中国菜在美国怎样征服 不同族裔的时刻 告诉你围绕着中国菜的各种文化掌握 告诉你饮食业背后很多有趣的故事 李静以记者敏锐的观察 透过生动有趣的笔法 把中国菜的故事表现得既活泼又吸引人 该书自从今年3月出版之后 便火速打入了畅销书的排行榜 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 内容是讲述一个福州家庭 如何从中国的福建省来到纽约 然后又从纽约迁到亚特兰大 那是我第一次设身处地 从他们的角度来了解 一家餐馆是怎么样经营 真的是让我获益与感受良多 之后我就想 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一方面多做一些资料搜集和研究 而最有趣的是 当我发现在美国的中国餐馆 比麦当劳 汉堡王与肯德基家乡鸡 加起来还要多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并不是只对我重要 因为中国的饮食文化已经蔓延到全美了 不过要谈到李静对中国菜的认同 却是要从她13岁那一年 读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时说起 书中讲述有两名妇人去了一家鲜鱼饼工厂 并发现了鲜鱼饼不是由中国人发明的 那是我第一次得知这个真相 我从小在纽约长大 简直就不能够相信那个事实 对我来说这个打击就好像 你在同一时间里告诉我 我是被我父母收养的 而且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一样 鲜鱼饼全球一年30亿的生产量 的确是个惊人的数字 而且种类繁多 有大有小 有颜色特别的 也有专门为宴会与节日准备的 在撰写幸运鲜鱼饼纪事的采访过程中 毕竟搜罗了不少鲜鱼饼鲜为人知的故事 不过最特别的却要算是 前后发生两次 第一次是有110人中了 这件事情前后发生了两次 第一次就是有110人中了 Powerball的二讲 当时是彩票管理局找我 才知道这件事 我也觉得很突然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很开心 因为原来真的是有人买下了 鲜鱼饼饼的字条 跟着它上面印的数字去买乐透 第一次是在05年 第二次大概是在五六个月之后 那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也有80个人中奖 前后两次 彩票管理局还详细地了解了 我们的生产过程 鲜鱼饼字条是怎么做的 上面的号码是怎么得来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重复 了解后他们都觉得很奇怪 后来还开玩笑地说 再这样下去 他们恐怕就要破产了 李静练大学时主修的是 应用数学和经济 不过对学校筹办的报纸和杂志 却一向非常积极参与 他的文笔卷勇 真编社会时事 喜欢玉角娱乐 从纽约市的亨特高中 到哈佛大学 又从哈佛大学到纽约时报 陈富阳是李静多年的同事 同学与好友 李静不单只把饮食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 他还注意到环绕着餐饮业 四周发生的人和事 在纽约与全美国 有不少的餐馆雇员 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福建省 为了来美 他们都付出了大量的金钱 与城中的代价 十三年了 金色冒险号载着船民 在纽约抢摊登陆的情景 李静还是历历在目 每一次走在福建人聚集的 东百老汇街上时 都会触动他无尽的写作灵感 看 这里不仅有很多职业介绍所 为全美国的中餐馆提供人力 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供应商 批发餐馆厨具啦 买蔬菜啦 买海鲜水产啦 这个地方根本就是 美国东岸中餐饮食业的枢纽 千奇百怪 有趣的事物很多 举个例子吧 由于很多餐馆工人都不懂英文 所以找工作的时候 都要以不同的电话区号来区别 比如说区号是301 那么你的那一份工作 就是在马里兰州 如果是404的话 就应该是亚特兰大事 那么703就是维吉米亚州 凯瑞·高斯丁是幸运签鱼饼记事出版社 贺查从书的宣传部主任 身为犹太人 凯瑞可以完全理解 为什么李静在书里提到 中国餐是上帝选民所选择的食物 小的时候在中餐馆里 常常都会碰到很多的邻居 还有亲戚朋友 甚至是下了课的老师 在记忆里 中国菜总是陪伴着我们厂长 今天我生活在纽约市 中餐馆更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隔 大家各有所好 都很懂得点什么样的菜 每位无国界 邀请李静出席新书介绍会的电邮和信函 络绎不绝 由各大书店到国会图书馆 又由国会图书馆到全国各地的犹太人社区中心 李静的读者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 不论年龄不分男女 真正的中国菜与美国的中国菜是很不一样的 我的太太就常常向我抱怨 李静真是一针见血 把两者之间的矛盾都解释得很清楚透彻 中国菜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主流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认同 不管你是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 或者你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 当初我不肯定以为这是一本教人烹饪的书 买了回家之后才知道 不过我没有后悔 因为这本书很有趣味性 清晨七点多 曼哈顿的八大道上已经是人车争路 稀来然往 纽约时报大堂内的数码电讯墙 正在不停地显示着全球各地发生的重要新闻消息 采访部早晚班的同事忙着交接 李静也要准备他一天工作的开始 尽管幸运签约饼记事连续数周高居流行畅销书榜 李静笑着说他现在并没有计划出版下一本书 因为他最热爱的仍然是务实的新闻工作 我想大家要好好珍惜像纽约时报这一类的传播媒体 可以有勇气 抛弃成建 接受新事物 又可以维护固有新闻传统的一代 实在是越来越少了 我们要肩负起这个重要的角色 美国万花童记者莫甘生在纽约的采访报道